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从事日语教育 教学经验非常丰富的日记老师 协助录音和制作 所谓的日语入门顾名思义 就是学习日语最基础的课程 从字母 开始学起 只要对日文有兴趣的人 都可以来选修这门课程 另外在这门课程里 我们也要跟大家一起学习 一些简单的 像 早安 你好吗 谢谢 等简单的生活绘画 另外我们也要跟大家 一起来学习日语的 重音和语调 比方 像台湾人说日语的时候 我 你 生一片 櫻花 都说成一个调调 都会说成 但是正确的发音 应该是 另外 比如像櫻花好漂亮啊 这句话 有些台湾人会说成 櫻花的花是漂亮的 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櫻花的花是漂亮的 在室内 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学会简单的日语绘画 并且说得一口正确又漂亮的日语 最后再次结成 欢迎大家选修 日语入门这个课程 最后接下来 成功 封ェ blast 儿目 再次结睡